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沒有跟你做的時候 你是講了這個西伯利亞大爆炸的嗎? 是啊 是的 那次回顧通古斯大爆炸 大家都挺喜歡聽的 這些隕石掉下來的故事 為什麼好像東西消失了 這麼神秘 引人入勝 我記得那天講通古斯大爆炸 其實現在的學說是這麼說的 雖然在通古斯那裡找到那個爆炸的位置 但是其實以當時那個爆的規模這麼大 因為很多當時的遺跡 今天是掩沒了 現在我們是初步找到當時撞下來的整個影響的範圍 是很大的 而通古斯爆炸的隕石 因為它不是真的一塊很實正的石 很多時候裡面可能是很鬆散結構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好像碎星碎片那樣的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它靠近地面的時候的溫度這麼高 它可以還沒碰到地面的時候 突然之間氣化得很厲害 或者就算它撞到地面之後產生了高熱 令到它很快瓦解了 它裡面不是很多石的成份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可能其他的水氣的成份 令到它一次過炸爛了 就令到周圍出現了很多那些壺的結構 其實很大塊在那裡 但是隨著那個連月 就是很多的植坯重新生了 令到很多原本流下來的遺跡就慢慢染沒了 那你說如果還有一些石頭留在那裡 你還可以在那個遺跡上挖很多 不屬於原本那個地質的石頭 那你就知道是一個隕石的遺跡 但是通古斯爆炸的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留了很多的石頭在那裡 所以令到那個神秘色彩就更加加添了 那這些類似的例子其實不只是在通古斯爆炸出現 我們這一節都特意講另外一個的隕石撞擊事件 但是它撞下來的時候 照計應該在地面上產生了一種的撞擊力在那裡 就是一個撞擊的位置 是的 所以應該有一個坑在那裡 然後就是說如果它還有一些殘餘 隕石殘餘的物質照計它都會留在那裡 但是也好看你那個隕石殘餘的物質 就是本身是由什麼物質造成的 你整塊是鐵的時候多數是留在那裡 但是有時候這些東西不一定是一塊鐵來的 可能是真是一個石頭來的 可能是那些銷子來的 或者有些就是好像一些瑞星那樣 很多冰粒在裡面的 那些東西就是最後變水晶器走了 就渣都沒得剩下了 但是如果你說在1916年 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隕石撞很久 那遲些會不會都是在我們 譬如可見的範圍都會撞幾顆下來呢? 嗯 那就看看你多少年一遇的意思 是的 就是我們有生之年 又遇不遇到這麼大顆的跌下來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這次留意的那顆 就是不是跌在西巴利亞的 是跌了到非洲的 那台長可以介紹一下這顆東西是去了哪裡? 這樣的 這個也是一個新聞來的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很久的了 因為是一百多年前 英國的科學家就真的在找 其實一早應該知道在哪裡來的 只不過就是說 像剛才你說的 如果它下來了之後 遺跡在哪裡呢? 它剩下的殘餘的物料在哪裡呢? 但是我首先要問就是 譬如一顆隕石撞下來 是會留下一些什麼東西在地面呢? 照計就應該有一個撞擊坑 那個撞擊坑裡面 照計就會是 如果它還是一塊固態的隕石撞下來的時候 就應該還有它自己隕石的碎片 另外就是說 它出來產生那個高溫高熱 就會產生很多那些 液化了的石頭出來的東西 就是有些東西 記得 我記得在我們的科學新知頻道 正式在YouTube有自己一個獨立頻道的時候 就試過有送過一些紀念品出去 其實現在還有剩下 我想想有沒有機會可以送出去 那就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就是一些由隕石撞擊下來之後 將地面的材料 高溫高熱去液化了 就是一個形結出來的一種新的石頭 其實其中有一種 如果是那些隕石撞了下去 那個捷克那種地質的地帶的時候 出來的那種這樣的液化石頭 形結出來就是一些綠色的玻璃體 我們叫做捷克隕石 那麼捷克隕石本身其實是隕石的副產品 它就不是隕石自己原先在太空掉下來的那顆東西 只不過就是那個衝擊波產生的那個高溫高熱 令到那裡周圍的礦物的地質那些東西 液化了 重新營結了 那其實就基本上每一個撞擊坑你都如有這樣的東西了 不過就視乎不同的材質 你就會有不同的隕石副產品去形成了出來 那麼另外就是說 你那個結構 那個隕石坑整個結構是會向著周圍這樣去圓形這樣蔓延出去的 那麼所以照樣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結構的遺跡在那裡去看到 譬如我們望上去月亮 因為上面沒有一個生態的植坯在那裡去發展 所以呢 那個隕石坑撞在那裡就基本上就永遠在那裡 除非你再有一個新的隕石坑下去就將上手的隕石坑就染了這樣而已 那麼所以呢 你如果看回天上面的例子呢 你就很容易知道就是我們地球上面是應該有什麼隕石坑 的確我們都曾經有集的《科學回憶錄》都提過的 地球上十大最大的隕石坑遺跡 那麼你會發覺很多都是 有些甚至乎已經有一條村子在裡面住在那裡了 你隱約還認得就有一座山 整個圓形的山脈在周圍圍著原來就曾經有一個隕石坑來的 維多利亞港好像都是隕石坑來的 它那個火山口是不是隕石坑也不知道 火山口就不奇怪的 香港應該是超過一兩個火山口在那裡出現過的 好了 如果說我們現在去找了 我們用什麼最先的技術可以找到這個隕石的遺跡呢? 其實是這樣啦 如果以這個這次1916年在非洲西北邊 毛里塔尼亞這個國家那顆這樣的隕石呢 由法國英國那人就發現了這個隕石跌下來的事件 但是在現場那裡 其實找到剩下的隕石碎片好像是不多的 我們就在其中一個 一個坑裡 一個山裡面應該就是說 其實是一個山來的 一個矮矮的山 就找到一塊有十磅重的天鐵 其實應該就是那個隕石碎片來的 但是我們就說 哇 這塊這樣的天鐵 應該是來自 即是以那個隕石撞擊下來的 這麼大的規模 這麼大的範圍 為什麼只有這塊東西這麼小在那裡呢? 那就是一直流下來的 因為未解之謎 為什麼只有這塊這麼小的在那裡 就是我們預期啊 如果是我們人類記錄有史以來最大的隕石 那你起碼都應該有幾百公斤的東西掉下來 但是最後我們就是找到十幾公斤東西在那裡 那其他的東西去了哪裡呢? 那一路就不解之迷 隨著連月的演進呢 很多周圍的地理環境變了呢 就似乎變得更加難找 那所以呢 反而這個曾幾何時 一個一百年前比較重大的隕石撞擊事件 除了一些口耳相傳的記錄 一些都很不齊整的 可能相片記錄也不多 就是當時雖然你想去拍照都難 就是那些這樣的年代 是不是? 雖然已經有拍照技術 但是你戴不戴到那裡拍呢? 又另一回事 那唯一留下來的就是那些剩下來的碎片 是不是? 到今時今已經經過一百年周圍的環境變化這麼大的時候 竟然我們重新去考證 又有找回一些新的線索 那原來這塊剛才說的那塊 小小的只有四公斤那塊 那塊這樣的鐵的天鐵 這塊隕石 它是在整座大的含鐵號 鐵的含量很高的一座山在那裡找到的 現在發覺基本上那整座山就是那塊隕石來的 而且周圍散落了很多的四分裂了在整個範圍那裡 其實是很大的原來都還留在那裡 不過一直以來我們沒有留意到原來那塊就是那塊 就是沒有辦法確認那塊是隕石的意思 那如果這樣說它那個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鐵礦? 那這塊天鐵是一塊鐵礦來的 但是有趣在呢就是 你周圍可能它都有不少其它鐵的成份的礦石在那裡 那令到你更加難確認到呢 這個原來就是由天鐵下來的那塊鐵 而不是地面上原本有的那些鐵 現在就是很厲害了 因為我們有了一個更加好的科技來幫我們去證實的 是什麼呢? 原來這次那個英國牛津大學加上那個 Imperial College 即是帝國學院的那個團隊呢 它帶上一個儀器是專門用來測那個 磁場的一些不規則的情況 那在這裏呢我就記得起一件事 其實現在呢 今時今日呢 我們去追蹤那些潛艇的技術呢 其中一樣很有賴的技術就是呢 去測量一下海底的有沒有一些異常的磁力的反應在那裡 那因為呢整架潛水艇本身就是一塊鐵來的 用很多鐵來弄整一塊東西 那所以它上面呢是會有個 就是它的那些 就是它這塊鐵上面那些磁場是怎樣去排 是跟周圍的環境很不吻合的 所以你無端端有一個用整塊金屬鐵 整出來的潛艇在海底走的時候呢 原來呢你在上面那個儀器是可以測到呢 下面是有沒有一些突如其來不同的磁場走出來 如果照正常來說沒有夠潛艇在那裡呢 就不是就是普通背景的磁場呢 跟那個地球的磁場是吻合的 給出來的那個pattern是我們跟我們量度的一樣呢 突然之間多一塊其他外來的鐵走進來的時候 就會令到那個磁場有一個干擾 有一個訊號給了出來 就知道我們知道下面有些古怪的東西 有個古怪的鐵進來了 這種反潛艇的技術呢 這次就拿了來去測這個隕石 我們就發覺原來在現場的那塊鐵的大山 它出來的磁場是根本上跟周圍原本自然形成 由地球引育出來的那些鐵礦出來的那個磁場呢 是不吻合的 就由這個磁場的不吻合我們確定到這塊鐵 應該是天下跌下來的鐵 就不是地球自己形成的鐵 那就是由這個這麼先進的 就是反潛艇的科技來幫我們證實到呢 原來那裡是原本就有一大塊的鐵磁石 就在那裡 就在那個原子那裡是未被發現了 但是為什麼是那個磁石的鐵 和地球的鐵是在市場不同呢 這樣說吧 是的 你可以很簡單地想的 你那塊鐵呢 其實就是每一個的鐵元素裡面 你就可以將它看成一塊磁石仔 那塊鐵裡面那些 每一個的鐵元素裡面的磁石 可能大家已經是由左到右排列好了 但是你跌下來的時候呢 你跌下來的時候 不一定是巧巧地和地球的磁場排列整齊的 那個地球磁場大約就令到你的東西大約就由南至北這樣一齊 就排好了 那個趨勢你可以統計 有個統計趨勢就跑了出來 OK 就是因為這些這些元素傾向都很喜歡跟外面的磁場 來一直去排列的 但是你如果突然間有一塊 它那個上面的磁場排列 和你那個地球自然形成的那個排列的總體趨勢是有一個差異 當然我們又不是看到一個上下指一個是左右指很明顯分別 它其實你是需要一個很總體的統計的 似乎是那個我們期待是向上下指向的要多些 但是為什麼你的那個指向是這麼敏亂 這麼多不是符合上下指向的這些這樣的磁場 在你的鐵裡面呢 就是由這個統計結果那裡給出 就是這個應該是非我族類的東西來的 就是其實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去等於你在一個戰爭的時候 有一些軍人想化妝成為當地農民 來去掩蓋了敵人的偵查來去逃出生天 但是被人家一看你的手 一看你的手就不像耕田的 於是就識別了你是假的 現在這個情況有點像的 你那塊隕石 你就扮石頭這樣坐在那裡 和周圍的環境非常融入 周圍那些風沙怎麼吹 有些樹山都被掩蓋了你 但是你那個磁場的指向就出賣了你了 就知道你原本就不是在這裡的 換言之這個就是對那個磁場的統計 或者是就是看出那個分別 對我們去找一些的異常物體是非常有用的 是啊 其實在這些這樣的地質的發現 很多時候你發覺用了很多不同的技巧 尤其是在這些考古為止 而這個考古為止不只是在一個很小的地方 而是可能牽涉到以平方公里計的範圍 你是用盡所有的方法的 所有物理學可以給你的手段 其中一個我們以前提到的 是很喜歡用什麼 用激光 用激光雷達去將整個範圍掃一次 於是幫我們確定到 吳哥忽的範圍原來是比我們想像中大很多 甚至乎那些叫什麼 在大陸那些三星堆為止 原來找到的範圍更加大 你只需要在上面找一個人造衛星 找一個激光來掃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 摸清楚上面的結構 而同樣的手段 一樣可以用在這些隕石坑為止 因為你又有上一帶 以平方公里計的範圍 你也是這樣掃一次 你就會發覺在那個之下 你會發覺從那個隕石坑出來 那些 因為有一段時間是將周圍的環境 高溫 高壓 甚至乎是液化 氣化了 是將周圍的固體突然之間 都產生了上面很多的熔岩波浪 這樣形成了出來 現在是連那個由隕石撞擊下來 產生的那些液態熔岩波浪 都可以拍得出來 在這個激光的掃描技術 所以你就相關齊下 一方面你就可以用那個的 測量 即是那些不規則的磁場的技術 來去認一下那個 隕石的那個原位在哪裏 跌了到哪個位 然後你再用那個激光技術 印證到周圍整個衝擊波的範圍 可以接觸到多大 所以在這裏 現在經歷了一百年 就比較完整地重組 這個就是這麼巨大的隕石撞擊事件 好了 我們今天完成了所有科學新知的環節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神秘的夜 第一節 神秘的夜 第一節 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ip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pShifter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p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那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那些人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